Hello大家好,这里是陈金润的春节分享 在刚刚过去的春节呢,我也是做了非常多有趣的事情 还有看了几场电影,和朋友踢了一场球 当然还补习了一下自己的文化课 首先呢,先说说看电影吧 电影呢,我看了几部 但是其中最喜欢的呢,就是《流浪地球2》 我觉得这部电影拍的真的非常的震撼 然后从它的电影的叙事性,情节,人物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物的表达 还有就是这个电影这个镜头处理 还有就是这个电影的特效来说 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观看的影片 我给的评价就是满分五颗星 再说说踢球吧 气球呢,其实说来挺有趣的 因为我也进了几颗球嘛 但都是运气球 所以说我觉得是老天在帮我 就是看我这个春节 可能比较开心吧 就想让我更加快乐一点 然后就帮帮我 让我进了好几颗球 我还看了看音乐会的表现 我觉得呢,表现的还是有待进步的 就像在舞台上可能有些紧张嘛 就是有一些表情的处理 还有情感的处理 然后以及对镜头的抓捕可能都没有完成的特别好 所以说我也会吸取教训 然后呢,争取能下次表现的更好一些 希望在2023年新的一年里 然后呢,我们也能在舞台上见到大家 在新的一年呢,我也希望我能长得更高 然后声乐呢,舞蹈呢,也能变得更强 这就是我的新春小总结 拜拜